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小谢 这一集呢,将跟大家分享呢 我在新加坡买房之后呢 一些装修的经验 那么啊,我的这个装修的话呢 我装的是一个五房式的 一个二手房,刚买五年的 那基础的一个状况呢 就已经很好了,所以需要改的东西不多 所以呢,我硬装部分呢 只花了不到一万新币 那当然有一些零散的小件 也算是属于硬装的一个部分 但是并不多,所以就是暂且不包含在内了 那么竟然也就一万左右这样子 一万新币这样子 那么其他的呢,就是转装方面啊 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包括甚至买了很多很多,在淘宝买了很多 有些不只是for这次装修用的 也可能是以后就是家庭用的东西 所以003加起来一共也就是 十一二万这样子的人民币吧 那也就是两万 两万新币左右,两万多了这样 那,还有本地买了一些 加用电器啊,像冰箱啊 什么,信息机等等这些 用在加上床,垫子加上智能门锁呀 这些东西,总共加一起呢 这些是一万多 所以总共我整个一个装修下来 就是四万多新币 那么这个费用对于很多人来说 已经是非常省了 非常,就是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因为就我所了解的话 我周围的朋友很多 就是说他的硬装已经花了三四万了 然后软装又有花了什么0033的四五万 也就很多了这种 那么至少基本上 你听下来的话 一个加装下来五六万是 至少是五六万新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我总共全部加起来 才四万出头 已经是非常省了 好,那而且呢 我装修下来的效果 目前得到反馈都是不错的 就是几乎说来我家里的客人 尤其是女孩子 一进来都是那种 哇,哇,好美啊 你们家好漂亮啊 就是很认可的我的装修方案的 所以这就是经历一年来对我来说 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吧 好,那就废话不多说 那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 就是又省钱 又很好的把自己的房子装修好的 这其中就包含了很多一些小的tips 我在这过程中总结下来的 第一点 装修的话 我认为是首先非常重要的 就是先确认你的装修风格 那装修风格 当然也零零总总很多种了 什么欧式的美式的法式的英式的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国家的这个风格 还有什么地中海啊 还有什么很多风格 那还有比较火的像这个北欧青奢 还有北欧硬斯风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有现代的风啊 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什么国家的色彩 就是很现代的这种风 还有什么工业风啊什么的 很多很多风格 那么这风格怎么去确认呢 就是说 首先看你自己的喜好 就是你一下子选上 你去一下子感觉的话 你去看那些图片 你喜欢哪一个风格 很简单 喜欢哪个风格 你就选哪个风格 那除了自己的喜好之外呢 另外一个也要结合当地的一个情况 像拿我个人举例来说 那么我喜欢的风格 其实第一个喜欢的风格是那种法式 高贵奢华的那种风格 宫廷法式宫廷的那种风格 非常的 就是很美 然后不像美式 我觉得美式有点cheap了 那法式就觉得很elegant那种感觉 那但是 把这个法式安在新加坡这个环境来说 就不太现实 首先来说你就是 你能够预想到 你就要砸很多钱在里面 因为毕竟法式的这些 比如说你买个沙发呀 你买个这个茶几 都是很奢华的这种风格 那么你相对来讲 你的硬装呢 你的硬装你肯定是 也是要装的奢华一点吧 那么冰冰角角的那些 什么各种隔板呀 各种这个打的那些这个东西 你都得上吧 是吧 你的电视背景墙什么 你都是要按照这种宫廷的风 法式宫廷的风去装吧 你怎不能配个白色的墙吧 所以说 思来想去 我觉得这个成本太大了 因为在新加坡 你去做这些东西 非常非常非常的贵 就打个比方说 我们家就连装个这个 窗帘的那个小挡板 就已经花了380新币了 你想一想 要让我再去装那么多 各种各样的板 各种各样的风格 去给它弄上去的话 很奢华的风格的话 那可以预想 就是会花很多钱 所以说 思来想去这个东西 真的投入太大了 那么就是还是放弃了 另外一个就是 法式风格的话 像这种沙发 真的是它那个边角的 很多棱角的情况下 就是非常容易存灰 也不好擦 床的话呢 基本上是嵌进去的那种 床垫嵌进去的话 你抬床垫 换床单都非常费劲 所以说思来想去 我对中还是放弃了 这个风格 那么 推着去西斯 选择了另外一种风格 但是其实没想到 反而其实 现在装下来 感觉又很适合 然后又很漂亮 这样子 那我其实选的就是 北欧青蛇风 我们家其实是 北欧青蛇风 但是其实老实讲说 很多人装的 北欧青蛇风里面 黑色的元素 会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淋浴头的那些 很多东西都 都成了那种黑色的 但是我个人 非常非常讨厌黑色 所以我们家 黑色的东西不多 除了那一盏 电视旁边那一盏 原来屋主留下的 黑色的灯 我觉得很有创意 留下了 剩下我们家 几乎没有什么 黑色的东西 因为我喜欢亮它 那么我是比较 更多的采用 北欧青蛇风里面 金色白色的 这些元素 其他的东西 我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多的采用 那就是 这是我家里面 风格的一个确认 那当然了 你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 去确认 你喜欢的风格 像我们同事 他就喜欢硬色风 那么他选择的东西 都是那种 硬色的画作呀 像那种树叶呀 什么绿色啊 硬色风就是 什么粉嫩粉嫩的呀 绿色的呀 这些东西 我不是很喜欢绿色 所以说 不要给我弄那些绿色的东西 而且太多颜色 会让我觉得很花 所以说 算了 我就喜欢稳稳的 很比较 安全的一些颜色吧 所以我就是 这是选择了 北欧青蛇风 这个风格去走 那么 我家里面的软妆 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后来 都是根据这个风格 走的 没有偏提 除了这个沙发 但这个沙发 其实它也是 是谁那种白色 乳白色 像牙白色 就是属于白色 反正还可以 不算特别突兀吧 对 不算特别突兀吧 不是严格的 北欧的那种沙发 但是 为了选择舒服嘛 我只能牺牲一点点了 但是其实 怎么说呢 也还算可以吧 虽然说看起来 比较像一个 现代的沙发 但是 很舒服 这一点就完胜了 好 那 哎呦 这点讲太多了 就是这个装修风格的 一个确认 有两个这个软件 可以推荐 一个叫做好好住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叫小红书 这两个你 就是没事翻一翻 你就会 发现很多 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你不是 很在行装修方面的话 对于装修风格 没有那个概念的话 就去看一看 就去选一下 二点的话呢 就是 装修方案的选择 装修方案的选择的话呢 新加坡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其实是 有三个装修方案 可以选择 一个呢 就是去找专业的设计师 第二个呢 就是找这个装修团队 第三个呢 就是找散工 那么第一项的话 这个ID的话 这个就是找ID 这个专业的这种 室内的 室内设计师 这个的费用会比较高 那因为呢 其实他负责的东西比较多 他不只是负责 就是说 整个的一个装修 的一个监工 他还负责就是 包括这个主题 主题的选择 甚至是软装 帮你去选择 甚至购买 家里的这个电器 他也可能会带你去购买 帮你去奖价 很多东西 反正很操心了 那么甚至是装修团队 整个过程的进展的一个监督 楼上楼下的一个协调 临时出现的问题的一些 这个协调去处理 都是他们来做 所以说他提供这么多东西 他这费用一定是包含在里面的 那很多ID设计师的话呢 他会给你一个那种图纸 那么其实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通过这个图纸 通过这个 甚至有些是3D的那种 你可以看到就是你家里面未来的一个样子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是负担不起 这么奢华的一个装修方案的 所以我呢选择的是第二项 就是这个建筑团队 建筑团队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按照你想要改什么 他就帮你去做什么 给你这样一个plan 一个表格 说你们家需要做什么东西 那么他会照表操作 并不给你更多的东西 那其实这对于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呢 我是那种脑子里 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方案的人 所以我不需要有ID设计师 去帮我设计 我也是省了这部分的费用 那么 装修团队对我来说 更大的一个好处是说呢 就是说我可以就把钥匙交给他们 完工之后 他们再把钥匙还给我 这期间其实我不用监工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经理啊 负责人啊 或者说投手啊 这种去监督他们自己的工作 那我只是可能两三天过来验收一下 看一下这样子 而已 那么也不用操太多心 这个家里面不用一直就是放着人去监督他们 因为我是上班族嘛 所以呢 我选的是第二项 那么第三项散工这个呢 也是有人去选择的 那么这个其实比较适合 家里面有人可以常待的 然后也比较有时间去跟这个散工一个一个去协调的 像散工的话 在新加坡当地你可以在这个事成论团上去找 那么比如说你刷墙就找油漆工 你这个走就那个改水电呢 就找水电工 然后安装什么 就追一把那些东西 家具你就找这个安装工人 反正很多东西就是说你去找专项人来做就对了 那么其实涉掉很多时间成本去去付出 跟他们去协调 那我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就没办法 但是这一项确实很省钱 就打这个刷墙这一点来说吧 比如说你去找这个contractor去做的话呢 那么刷个墙可能是要怎么样 1500六百块钱 那最低的可能市面上1450左右这样子吧 那你可能找这个油漆工 可能五六百块钱就搞定了 所以就是其实是省蛮多的啦 就真的是要看个人 有的时候你没有那个省钱的命 因为可能你为了省这个钱 你可能会失去更多的东西啊 或者根本就不满足这个条件 去省这个钱 所以我这个点我是想的蛮开的 因为我对装修没什么概念 然后我没有时间去建工 所以我就要选择装修团队了 好那第三点呢 就是说在新加坡装修的话 大部分东西其实在淘宝上都可以去买 就你能想到的基本上 基本上一个家里面软装所有的东西啊 以及大件家具都可以在淘宝买 就是在淘宝买呢又便宜 而且呢选择比较多 重点就是好看 其实我那个在选家具的时候呢 我有跑过Ultra Road 也跑过很多其他的店 去踩点就看 感受下来就是又贵又丑 真的 就是不明白一个东西怎么可以收这么贵 而且关键是真的不好看 真的就是不好看 所以没办法 我是没办法 我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品位 并且根据我自己的这个装修风格 去选北欧青车风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我最终选择了在淘宝上 一样一样的去选 当然这很操心 很操心 但是确实是可以省很多钱 比如说我的主卧的床 才3000多块钱人民币 加上运费过来都不到4000 那我的沙发 这么一个全皮的沙发 一共才8000 299 据划算节的时候买的 然后加上运费过来 可能才9000多块钱 所以你看 就是真的是会省很多钱 就你能想到的东西 基本上都可以在淘宝上买 那淘宝又可以奖价 然后当然你害怕 就是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选择比较大的一些商店 比如说这个旗舰店 天猫这样子 就会在服务上和质量上 都能够比较有保障这样子 那之后我会出一个淘宝的攻略 再详细说 这边就是先带过一下子 就是总之说 大部分东西淘宝都会买得到了 不必要在本地 所有东西在本地买 为了图省事 其实还好 就是海运嘛 海运其实还好 是操心一点点了 但是还可以正常上班族 还可以承受的范围 好 第四点就是讲到一些 不可以在淘宝上买 或不建议在淘宝上买的东西了 比如说第一项 家用电器 家用电器就包括 比如说这个冰箱啊 电视机啊 这个音响啊 或者是那个洗衣机啊 就是这种比较大件的家用电器啦 还是建议在新加坡本地买 因为第一点呢 就是说涉及到保修 保修非常重要 因为像比如说冰箱这一点来说 它可以给你保个五年 甚至说什么啊 那个啊 这个叫什么 里面的最重要的那个发动机还是什么东西的 可以给你保一个十年这么久 所以这个是差别很大的 你要在淘宝买的话 你难道保修要优会去保修吗 这不太现实 所以说便宜 便宜是便宜 但是到最后面你事挺多的 所以啊 大部分的电器还是建议在本地购买 除了这个保修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插头的问题 因为在中国的话 就两项或者三项那种小插头 新加坡是那种大的那种插头 那么你可以买那个 就是说转换器去 那个插头转换器去转换 但是有个很大问题 就是容易烧那个插头 你到时候因为这个插头 呲火 然后把这个整个插座给烧了 就不太好了 所以还是建议就是 在这个新加坡本地买 除了家用电器的话 这边还要提到 另外一个就是智能门锁 我不建议在淘宝买 因为在淘宝买可能是便宜 但是你拿过来之后 智能门锁这个东西 就是防盗门那个东西 它需要凿得很夸张 就凿得各种穴每天 满天飞这种的 所以说你可能买过来 这个东西价钱倒不贵 但是人工的话非常贵 而且如果说它不擅长 一旦给弄坏的话 就连这个产品都废了 所以就是连门都废了 所以我觉得就得不偿失吧 还是建议在本地买一个智能门锁 新加坡本地的品牌 就是本地买的话 也是比较有保障 又有warranty保修 然后呢又有人上门来 给你包安装 而且他们每天在安这个东西 就比较擅长 很难去装坏 好这是智能门锁 另外一个就是马桶 马桶的话 由于涉及到就是这个 坑具的问题 跟国内就是不是不太一样 所以当时我的装修团队 就告诉我说 你不要在那个国内买马桶 又沉运过来又容易出问题 然后呢你坑具不一样 到时候装不上就废了 所以说就在新加坡本地买 它的坑具好像有分什么 六八十十二不同的几个坑具 就算是在当地买 都有量的好好的才能去买 所以说这个就是挺费劲的吧 还是就是在当地买会比较好 不要在淘宝上这么费劲了 而且马桶这个东西 最好是赶快装好嘛 你其他东西都可以慢慢进来 但马桶要快点装好嘛 所以我觉得在本地买 安装也会比较快一点 好这是这个方面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额外的提出来 就是床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其实说 看个人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在本地买 如果说是途省事的一种 而且你对装修风格啊 或你床的风格 不是特别计较的人 其实床在本地买是最省事的 因为在本地甚至买床垫 它就送你床了 只要你对这个床 不是特别挑戚的话 你这个床 你觉得拿到手能用的话 我就建议你还是这样买 因为这个最省事 又有人帮你安装 帮你运送 然后那个床垫 什么都一起来了 就非常方便 那我为什么这么费劲呢 就是因为我要求我的床 有这个轻奢风的 所以我只能从国内买 那么这边要提到一点 是国内的床 跟新加坡的床的size 是不一样的 新加坡打个比方说 新加坡的queen size 它是1米5宽 1米9长的 那其实宽度 其实跟国内是一样的 国内的就是说双人床 小的双人床 那么就是1米5的 大的好像是宽 1米8的 但是长度是不一样的 国内的标准尺寸 是2米长 新加坡是1米9 那么这就涉及到 一个问题了 那如果说你床垫子 选择在新加坡 买个好的话 那你是1米9的 标准尺寸 那你如果床在国内买的话 它是2米的 那这个不合了吗 那你就是到需要 就是临时去 叫那个 那个 卖床垫子呢 就是去给你 customize去做 就是去 去定做 去给它加长 我就遇到这个情况 而且我没有意识到 直到我的同事提醒我 我才意识到 到最后多花了 299新币去更改 我的床垫子 就只是加那么一点点 就是要加299 反正 怎么说呢 就是说 这点 床这方面 还是要注意的 好 第五点呢 就是说 大件家具的话 要先下单 就像我刚才讲的 一些床啊 沙发呀 或者说这个茶几啊 电视柜啊 这种大件的家具 一定要 你要是决定在淘宝买 一定要赶快下单 因为呢 它有制作周期的 一般至少得两个礼拜 那两个礼拜 制作周期 如果是长一点的话 像我的沙发 我等一个多月 所以说 就是两礼拜 到一个月的 这个等待时间 那你等 等它做好 还要发到 你的海运地点 再运到新加坡 总共加一起的话 基本上 大件家具需要 1.5到两个月 所以说 你一定要 把这个打算在内 小的东西呀 软装的东西呀 厨房用品 都可以慢慢买 但是大件家具 一定要赶快下单 提前下单 好 第六点 就是关 还是关于 就是海运方面的 海运的话 这方面 其实我就吃亏了 就是海运的话 你在淘宝上 买的东西 你要每一个单号 每个单号 一定要问 跟卖家确认清楚 然后把所有的单号 都报给 这个集运箱那边 就是仓库那边 那么你的海运的 代理那边 你把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告诉他 然后让他去跟 仓库去对 那一定要问 卖家问的清楚 因为有的时候 他有些东西 是拆分着发的 他没有把所有单号 给你 如果你没有把 这所有单号 给到海运带里的话 那么其实仓库给你发 只会发你单子上的东西 单子上没提的东西 他就不发了 我就遇到这个问题 那就漏发了很多东西 后面还要不发 然后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大件家具的话呢 很多他有自己的专线物流 他是没有单号的 没有单号这个东西 就尤其你要额外提出来 让这个仓库去对 去找 这个什么东西 大概是什么样的尺寸 能让他们去找 那么找到 甚至要对一下 就是说 运送的那个日期 他们大概是 哪一天收到的 这样子去对 然后进而把这个家具 给你确认 能给你装到你的这个箱里面 好 这个是这个 海运方面 怎么样避免漏运 好 第七点呢 就是 我是觉得在淘宝上买东西 买家具 或者说是在当地的商店里面买东西 都要遵循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呢 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买贵的 如果你犹豫 在两件东西之间犹豫的话 不用太多想 买贵的 因为买贵的永远不会错 就比如说 打比方说在淘宝店上 比如说您看到两款床 看起来图片都是一样的 那么一家是贵一点的 另外一家便宜一点的 那么其实我是会比较建议去买贵的 因为贵一定有原因 比如说你点击一句会发现 贵的那家是旗舰店 那旗舰店呢 它的粉丝也比较多 它的好评也比较多 那么 它 就是说 它的售后方面的服务啊 或者它的质量本身都会有一定的保证 那 如果说便宜 这也是便宜 但是这个家店可能粉丝比较少 或者说 它的客服的服务质量达不到啊 等等 后续还是会有问题 那么 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 就是质量方面 质量方面 就是说 可能它会盗用大店的一些这个图片 但是其实它的东西是通过减料的 所以这方面一定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的整体的一个买东西的原则就是 如果不知道怎么选 就买贵的 贵的基本上永远不会错 就在这么竞争非常强的一个环境里 没有人会故意拉高自己的价格 降低自己的竞争力 所以说贵的基本上不会错 像我买的很多贵的东西 我都觉得很物有所知 那 贵的东西其实除了价格贵 这个缺点之外 基本上没有缺点 但是便宜的东西 除了便宜这个优点之外 全是缺点 第八点就是说 装修方面 装修方面的话呢 在这个装修队的进行的过程中 要注意一点 不要委屈求全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 你好不容易装这么一回 你装修这一次 你可能一下子用个 七八年 十几年 甚至你这辈子就在这里面住了 所以说 你不要委屈求全 比如说 这个毛巾架怎么装 你才舒服 如果他装的东西 就是不合你的标准 你就让他赶快改过来 不要去犹豫 像我那个毛巾架就是嘛 犹豫到最后 还是让他给我改过来 因为我怎么都不舒服啊 那我就是还是让你给我改过来 那 比如说这个电视机 他挂那个 挂的快的挂到天蓬顶上去了 那个洞开的特别高 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我可以这样凑合 我就抬头看电视 但是这样我颈椎受不了 所以我到最后 还是让他给我改过来 再比如说风扇 再比如说 哎 好多好多东西 就是当时安装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问题的 那无论是沟通的问题 还是说工人偷工减料 或怎么样 总之就是说 有些小问题的话 我就是坚持 让他们给我改过来 有的时候不是说 这个装修团队的问题 是其中有些工人 他就耍小聪明啊 或者说图省事啊 这样子 那你一定要坚持自己原则 我就是要你做到这个效果 你就要给我改过 你不改过来 你要是我去求全的话 你今后的日子里面 处处都是不变 你处处都是 就就腮心腮 糟心干嘛呢 对吗 你就装修这一次 你还是要遵循自己的心的 好 第九点呢 就是有一点 我就是这一点 我要特别提出来 就是在加坡 其实美缝 你是不用做的 除非非常糟糕 不得不去美缝 否则的话 就是几年的房子啊 只是几年而已 其实不用美缝了 你就买那个CIF 那个强效清洁的 那个东西 就是去擦 就可以了 就已经够干净了 那这个东西 还可以用在什么上呢 用在大理石上面 像我这个厨房的话 我差点就多花了 就是三千块钱 重新做了大理石台面 因为当时我拿过来的时候 非常脏 还以为刷不出来 但是最后一刷出来 哇 整个就一下子省了几千块 那整个美缝也是啊 我打听美缝 是要花两千多块 就是去重新做 一整间的美缝 那我尝试省钱 自己去买 这个美缝工具去做 但是发现不可行 因为新加坡的美缝剂 它原先做出来 那个瓷砖中间 那个缝 跟中国国内不一样 那个中国国内比较软 它是非常硬 你很难去撬 很难去弄 你请专业的去做 做了整个屋子里面 全是灰尘铺满天 然后又很贵 所以说 就是如果不是特别过分的 那种方 特别的差的话 你基本上 你不要去做那个美缝 就用那个CIF去擦 我跟你说 会省 整个一间省好几千块钱 我的这一间 就是因为 CIF这么一个几块钱的东西 我省了五千块新币油了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第十点就是买家具 你尽量买整装的家具 这讲的还是淘宝购买家具的 你尽量去买整装的 比如说我的茶几 我的电视柜 我的还有什么东西 基本上都是整装 像那个餐桌 也是几乎就等于是整装的 就是安装非常方便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鞋柜 就是我拿过来 我拆了包装 就是直接可以放下来了 这几样我提过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说 我拿过来 就是直接就可以装 就是直接拆了 就可以放在那 就开始用了 省了太多事了 因为我装我的那个大床 那个大床已经算是不复杂的了 我们四个人装了三个小时 才弄完 就是因为你不专业嘛 就装得非常费劲 那这种整装的东西 太省劲了 直接来了我那一放就好了 又省钱 省了钱请工人 然后又省劲 而且也不难看 所以就是这一点 能找整装的东西 家具的话 就是尽量买整装 像鞋柜那个的话 其实散装的才可能卖300 200多300块人民币 我买了一个整装的 就是就豁出去了 让它贵 750人民币 相对来说是贵 但是质量真的好 真的好 而且好看 省事 对 好 然后第10点 11点的话呢 就是 如果必须要安装东西 尽量不要自己装了 还是找专业的人比较好 尤其那种非常复杂的床 不要自己去比较去装了 你又累 然后你又装不好 专业的人来了之后呢 几下子就给你装好了 然后他们甚至连图纸都不用看 就很快又会装好 省了太多事了 像我女儿那个床 我跟你说 如果给我装 我跟小哥哥装一个月都装不好 知道吧 就又费劲 然后又装不好 可能还因为这个过程中吵一下 真的不知道 我花个170块钱新笔 又装好了 他顺便给我又拧了几个螺丝 把我餐桌给我织起来 就是又附加了一个东西 多好呢 100块钱 两个晚上几个小时搞定了 好 那这是这个安装方面 第12点呢 就是你购买东西的话 尽量一站式购物 这个指的不是淘宝 是指说你 就是说在店内购物的话 在新加坡本地的话 买这些 比如说这些大的家店类啊 大小家店 如果说你决定在新加坡买的 你尽量在一个地方买 比如说我确认了 就是要在course买 我就全在course买 我要在best buy买 我就全在best buy买 就是你确认在同一个地方买 然后呢 这样就比较有利于你去跟他去讨价还价 而且可以蹭一些赠品啊 然后可以让他free delivery啊 等等这些优惠的一些条件 买的时候你买了一个大的东西 然后基本上他就是给你包安装了嘛 后续你就再买小的东西 他给你一起全都运过来了 包括床垫的什么东西 全都一站式全运过来 就是真的很省事 好 然后啊 哦 这是12点 第13点啊 我刚才差点都给讲完了 13点就是说当你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尽量先买大大件 但再买小件 比如说买家用电器的话 你先买大件 你买一些大件的时候 可能顺带着他就送你一个小的家用电器 比如送你一个烧水壶啊 送你一个小烤箱啊 送你一个电饭包啊 这些都不是事 就是你小件就不用买了 嗯 然后嗯 或者说给你优惠券 让你在买后续的小家电的时候 省很多钱 然后在淘宝上买东西也是 你先买这些沙发呀 什么这些大件 然后小件的话呢 你先别着急买这么多东西 因为可能你的大件拿进来摆的时候就已经很满了 那你有些东西就放不下 像我的话 就是我差点买了一个酒柜 摆在我这个沙发旁边那里 就沙发跟餐桌中间 到最后我的沙发和餐桌来了之后呢 我发现幸亏没买 因为如果买的话肯定放不下的 就是因为你餐桌 我原来想的很简单 按照尺寸来说是够放的 但是问题是你要给人活动的空间呀 你要给那个餐椅那个椅子往后挪动的空间呀 对吧 然后你沙发旁边 难道你不放一些清洁工具或什么之类的了吗 你就全挤满了东西人嘛 所以不是很现实吗 对不对 所以说幸亏没买 这一点就是说呢 很多东西呢 不要一下子买的这么全 你慢慢的去添置 先买大的 看看摆下来怎么样 然后如果空的话再往里头去添 不要一下子从头到尾全部置办起 对 好 所以就是我总结的这些点啊 都是我在装修的过程中 总结下来的一些经验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留言中评论给我 我都会看 都会回复大家的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